6.5.2修改字典 字典可以被修改 就是我们可以对字典的里面的元素进行添加删除修改 你这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添加和删除 其实都是对整个建筑的添加删除 它不能说只是对一个建添加了 没有值 那是不可以的 就是添加和删除 你要么添加一个建筑对 要么删除一个建筑对 不能只删除其中的建 或者只删除其中的值 替换的就是通过这个建替换对应的值 我们来看书中的对应的一个代码 你看我们创建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 我们是通过把这个建筑对放到大括号里 然后用逗号分割来创建的 没有使用DST函数 你看来创建 然后我要想仿其中的元素的话 就可以通过对应的建来仿对应的值 你看在这个里面 这个110在这个里面没有 没有的话 它就会添加 添加一个建筑对 就110懂得用 你看它就会添加上来 另外如果这个建存在 你看109这个建存在 对应的是王五 如果你给它复值这个张三 这个过程就给它替换了 实际就把109替换成为张三了 你看就替换成张三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这102也有张三 所以你看在这个字典里面 对于值的要求 是可以有重复的 你看可以有重复的元素值里面 但是剑里面是不能有的 删除对应的建置顿 如何删除呢 可以使用泡泡这个方法 泡泡指定这个剑 你看这个105 所以它就会把105这个建置顿删除 它的返回值 是这个对应的值 同时会删除这个建置顿 你看 你再往下看 这个105 李四就不存在了 好 我们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